歡迎收看一線搜查 之前我們有報導過 北角區的私家街的情況 那裡的私家街 就變成了一個停車場 令交通很混亂 還經常塞車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私家街 不過紅磡這條也挺離譜 我們收到街坊的報料 說上星期有人在這條街上 建了很多條鐵柱 也在路中心建了一個巨型鐵板 即是封住了整個停車場的車 讓它沒得出入 他們還貼上告示 說如果你想洗走一部車 就可以找他們開鎖 每次是五千元 限時十分鐘讓你開走一部車 有沒有想過 你的車本來好地拍在停車場 突然收到電話 叫你在半天之內要馬上駛來 否則你的車就無路可走 我有一部份客戶的電話 我就通知他們 叫他們快點停車走 有些人正在工作 根本就無法退車 變相了就走不了 這件荒謬的事發生在上星期二 洪磡必加為停車場 這個停車場要車馬上撤離 並不是因為變了危漏 而是因為停車場外面是一條私家路 而這條路的業主 突然用鐵柱封鎖了 外面私家路的業主代表 帶了一些工人過來 無緣無故在那條路的出入口 建了柱封鎖 也貼了一些告示 貼完的第二天 就真的看到他下了一條柱封鎖 現在所有車輛都出入不了 還有一個寫著是私家路的牌 那個牌都成三米高 由於這個位置是停車場唯一出入口 在街上的停車場管理公司 和車房老闆 那天見到勢息不對了 已經即時打電話給停車場裏面的所有車主 好像走鬼一樣 叫他們快點回來駕走的車 不過有車主就上班 走不了了 而車房老闆的朋友都說 這樣搞一搞 車房都不用指意有生意做了 其實前天就無故帶人來 下路了 搞到車出入不了 就算停車場上高的租客 全部都出入不了 那你自己本身車房要做生意 那車一定要出入的 是啊 這兩天就 就沒有了 做不到生意了 可以說完 是的 我們去現場拍攝的時候 四層高的停車場裏面 還有二十多部車拍在那裡 走不及 剛巧在其中一架車 見到有位車主和我們吐苦水 我剛剛三點鐘出車的時候 駕駛到車樓下 打算走出去才知道風景 是啊 其實我約了這架車 要他交給人的 人家臨時取消 我打算換一架電動車 參加了一換一計劃 唉 我不知道我哪要視 我星期一我就試試報警 不然怎麼辦 我一個業主我也溝通過 他說你報警也沒用 他不算的 我客氣地說 那些車走不及 只要肯付錢 其實都有方法離開 事關在封住出入口的這條柱上面 就白紙黑字貼著緊急告示 告示就寫明 如果緊急需要開鎖 必須於兩小時前通知 還要說明 開鎖費就成為五千元 每次十分鐘 只限一架車出入 剛剛跟我們新的車主都說 如果再沒有辦法 可能他都要乖乖地付錢妥協了 他說 錢就賣好心理 對 還要知道 我稍後就找個業主打給你 他會跟你交通 他們計劃好怎樣做 我也沒有辦法 我真的要交車 因為沒有人幫到我 我們都找過高市上面 一位叫朱先生的聯絡人 我們收到投訴 有人說 你用私家路封了必家圍外面那條路 請問你是業主嗎 不是… 那你是誰 請問 業主位置 是,明白 那你們是由16號那次封了一條路 是業主有甚麼目的 要突然封了這條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讓車主很無奈 難怪他們說被人禁住搶 如果那條私家街的業主 真的拿東西塞住這條路 不單止停車場的車出入不到 就連救護車 或者一些緊急車輛 都未必能入到 街坊說 其實業主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 塞住這條路 之前也是想過法庭出禁制令 紅磡必家為這裏 雖然是私家街 但是這個位置 也是這個停車場 和那裏四棟大廈的出入口 現在的車就是因為 那條私家街被人禁住 所以無法出入 所以無法出入 有車主覺得 是肉錘砧板上 甚至覺得是被人禁住搶 據這裏的街坊說 這條街被人堵塞出入口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幾年前已經吵過一大論 幾年前也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當時打過官司 法庭應該判了 現在私人道路的業主是敗訴 業主敗訴 當年法庭出了禁制令 不可以再堵塞這個位置 但想不到 現在這條路又再被人禁住 據說上星期都有人報警 但就解決不了這件事了 警察來到之後 都是當私人扭分 但管理處都說他們曾經 拿過一些法庭禁制令的影印本 但警察那邊就跟他說 這件事要交給法庭那邊 純粹叫大家不要吵 警方說 在上星期一 收到一名女子報案 說自己想移除私人物業上的車輛事 和人發生爭執 警方調查之後 指事件涉及土地業權糾紛 而剛剛在過去的星期六晚 又有一位男子報案 說自己的車被困在這個路段 不過警方到場前 雙方已經自行協商 案件列作 投訴滋擾處理 其實看回這條路 周邊有民居 亦都有護路遠 現在這樣被人Block了 不單止車主 甚至連居民出入都受了 輪椅都不知道過不過到 萬一發生意外 消防車和救護車都沒有路 可以直接駛入現場 那它有權今天攔車 那是否即是說它可以 明天就在這裏鐵閘 連人都攔起來呢 即是每個人如果要回家 要去到閘才回去 那是否每個人都要付錢呢 我不知道會否是因為禁制令 真的到了期還是怎樣 會否有人趁著禁制令 到期又未再申請的期間 就乘機去到收取這個勞費 我們就此事問過大律師 他說如果是私人街道 私人地方 擁有人的確有權 進行他想做的事 亦都是合法的 至於禁制令 是否有限期呢 他就說要視乎情況 禁制令的限期其實真的好看 究竟申請禁制令的申請者 他向法庭要求這個禁制令 想有多久的時段 但是法庭都會因應 每一個案件的實質情況 而判定給多久的時間 那這類型重新申請的禁制令 不複雜呢 申請者能夠提供到 他們有一個通道權 有當然權利和關上使用這條道路 而使用這條道路 之前的時間是約要20年的情況 停車場的管理公司就回覆我們 他說以公司手上資料顯示 有關路段的禁制令 是在2018年由停車場的大業主申請 公司現時正就此事諮詢法律意見 辦公司